娱乐中心林云轩报道中国网友认为独销圣图 画中国人韩网开酸看盗版还敢讲 图翻设自Netflix列 集结韩国重量级影帝何正宇 黄整鸣以及金马 帝张正主演的Netflix影集独销圣图 韩文片名苏丽楠 到全球剧迷喜爱 收视排行名列前茅 这部片虽未在中国上映 但盗版猖獗 不少中国人已看过 分对剧中丑化中国人感到不满 没想到反遭韩 网友很酸 独销圣图改编自真实事件 背景发生 南美洲国家苏丽楠 讲述一名男子为了抓住在 丽楠从事毒品犯罪的韩国大独销 冒险进行机任务的过程 目前在中国影音平台豆瓣上 这部评分6.9 有高达2万多人给出评价 独销圣图大咖云 张震 黄整民精彩对戏 图Netflix提供不少中国网友 任剧情老套 可惜了演员的神仙阵容 也有不少人 于张震饰演的唐人兼老大黑化 中国不满直言说苏里南独立后首任总统陈亚先还是华人呢 见华人在该国地位很高 结果里面的唐人街拍跟杂局一样 处处被韩国人压一头 不科学啊 韩人骨子里透露出不自信 只能在影视剧中一吟 外对张震很失望 竟然揭演这种丑化中国人的 视剧 能感到韩国对黑帮的向往太天真了 对黑的想象幼稚的像青少年 竭尽全力模仿香港黑 会和哥伦比亚独销 结果似不像 小国想象力真 不行 独销圣图在豆瓣评分6.9 图翻设字豆瓣中国 有的评价经过韩国媒体报道 并提及Netflix并未背影 中国大陆 中国盗版猖獗等问题 南韩网友也借 反酸 看到版还敢讲话那么大声 主角是韩国人 垃圾 我们有说什么吗 一直骂有什么用 又没附 看 其实中国盗版问题已受到南韩政府关注 上月初韩国文化体育观光 不在于中国国家版权 进行非面对面的第16次韩中版权政府间会议中 即非常律师与英在中国遭侵权的状况 并要中国版权局配合应对侵权行为 并促进合法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